一共四百五 您刷卡还是付现金? 付现金 麻烦你给我开一张发票 好的 抬头怎么写? 你就按照这张名片上的公司名称开 一共四百五 您刷卡还是付现金? 付现金 麻烦你给我开一张发票 好的 抬头怎么写? 你就按照这张名片上的公司名称开 一共四百五 您刷卡还是付现金? 付现金 麻烦你给我开一张发票 好的 抬头怎么写? 你就按照这张名片上的公司名称开 一共四百五 您刷卡还是付现金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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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付现金 麻烦你给我开一张发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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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的 好的 抬头怎么写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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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就按照这张名片上的公司名称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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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共四百五 一共四百五 您刷卡还是付现金? 一共四百五 您刷卡还是付现金? 付现金 付现金 麻烦你给我开一张发票 付现金 麻烦你给我开一张发票 好的 好的 抬头怎么写? 好的 抬头怎么写? 你就按照这张名片上的公司名称开 你就按照这张名片上的公司名称开 一共四百五 您刷卡还是付现金? 付现金 麻烦你给我开一张发票 好的 抬头怎么写? 你就按照这张名片上的公司名称开 谢谢大家